Ramputa Ramputa Durian Durian PoRome PoRome Mango Mango Heysat YoYong Kong Hai Ho Ho Me Ramputa Ramputa Durian Durian PoRome PoRome Mango Mango Heysat YoYong Kong Hai Ho Ho Me 大方 用了廣東話來寫歌 Du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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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寫成長寶喔 Let Me One by one Say Sight Lady OK 我們用一個眼神一下說 我很開心 今天我真的很開心 小姐 是 對不對 你看我會影響你 你是覺得你在講什麼 你會有這樣的感覺 這就是一個信心的對照 所以大家唱歌的時候 把信心拿出來 就是一道光 好 那麼再來一個我要講的就是辨識度 比如說辨識度 我們比如說我們今天拿李聖傑 他不會是個好男人 也不會是個好情人 你對我說我們只是擦肩而過 好的男人有那麼多 少了他的日子也能過 他不會再讓你寂寞 也不會讓你眼光 你聽我說要好好選擇去生活 對不對 這是李聖傑的一個風格 風格我們叫做辨識度 比如說我們叫曹哥 曹哥怎麼唱歌 曹哥嗎 是不是 是不是 You are my super woman Oh 安靜的在身邊 Oh tell me giv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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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你會唱出來 之後我們就聽很多很多的歌 包括像李聖傑的歌 包括說很多很多人的歌 為什麼你在唱歌的時候 會有他們的影子 為什麼唱歌的時候會有 會有周杰倫呢 為什麼會有這樣 為什麼莫名其妙就會變成周杰倫 因為你們無意中的把所有歌手的影子給背起來 所以在你唱歌的時候就會有他們的影子出現 但是當然在你們剛剛開始學唱歌或者是在唱歌 在唱K的時候你們可以從模仿開始學習 可以從模仿 因為你聽多了之後 你就會知道這些歌手怎麼樣轉音 所以辨識度對每一個人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我們在唱歌方面我們可以 比如說我建議大家其實平台U走來的 就是用模仿 我最喜歡模仿的一位歌手 暗戀水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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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戀世界 讓我在當里的經驟耙飛很方便 tom adjustment 暗戀水中的地方 雖然你從來沒感覺到 雖然你從來沒感覺到 滿面包 вл Beebe-ba-fi-b including etwas-grit-südソs 暗戀水中的地方 說 potently 嗯 它具有一種 可能我覺得因為 我在養字上面 在方音上面 我覺得我用了這一個方式 我覺得這個方式是比較適合我 再用我自己的方式再把那首歌唱完 現在我說了好幾個 比如說第一個 你們會給人笑 你們要從笑那邊開始 從被人家笑開始 笑什麼 笑破音 在卡拉OK的時候 可能你們在唱歌的時候 去介意人家的眼光會讓自己成長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呢 就是要讓大家接受你的聲音 讓你的聲音 人家想 這邊壓子聲音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你可以接受一些比較跌的聲音嗎 跌的意思 你好 我是黑曉 我的心 我的心 啵啵啵啵啵 好開心喔 當一個人的聲音 他有自己的特色的時候 比如說你看王欽琳 他在唱歌的時候 是多麼的好聽 有沒有 那種擁抱的溫度 他在那些地方都做得很好 都很乾淨 就是因為他在講話的時候 那個辨識度 是讓人家覺得 就是他在唱歌的時候呢 他就會讓人家知道了 說其實我在講話跟唱歌的時候 我的信心是共同的 只是我的聲音是不一樣的 他就有那種想法 才可以把一首歌唱好 怎麼要讓信心帶出來 尖叫聲有沒有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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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孤言好不好 如果可以唱的話 更好 屬於我們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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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一種 信心的出發 今天吉他是死的 其他 他當然還是有生命 什麼時候會有生命 當你給他信心的時候 他就有生命 所以唱歌 在創作方面 他有種種的點 很多個point在裡面 所以 在寫歌上面 是一個非常快的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一首歌要怎麼樣 把它變成一個完美 比如說 好 比如講 我剛才我有做的那個 讓不單 讓不單 對不對 其實呢 這最主要是 屬於在寫詞的一個靈感 我們請 面積上來講一下 關一張寫詞啊 寫詞要怎麼樣 好不好 來 那是靈感啦 靈感來到的時候 你找了第一句 你會卡著的時候 那怎麼辦 他 雖然押韻不重要 可是有押韻的時候 有時候唱起來 會比較舒服 也不一定要押韻 就好像剛才說 我是一隻小小小鳥 飛得很高 鳥跟高 不是押韻 可是他們都凹 凹身 你可以凹 或者你是 是 或者是 得 舍 這些 他們的 結尾韻音一樣 聽起來很舒服 那你找不到字的時候呢 我平常 我平常就會去找字給 沒有 我就會從 從 R到 Z 就是ABCDF 你比如說 你的押韻今天是 什麼 說 R的話 你就會 有沒有 沒有 車 有沒有 有時候 你找到 這個字很好用 你找到這個字 它又會牽涉到你去另外一個靈感 這樣子 這樣寫那個曲的話 要人家容易上頭 我是覺得他剛才裴接的歌也很容易上 可是因為他很多歌都是很朗朗上頭就是會重複的 就是旋律要簡單 旋律就算不簡單的話 沒關係 你試著重複 兩句 三句 四句 五句 到到人家洗腦為止 那個洗腦的歌 例子就是童話 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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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話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 你要人家記住你的歌 就是你要再副歌 副歌就是 chorus 就是人家一想到你的歌 就會封了那一首歌 你就要標高歌 就是那個副歌的那個音 是要最高的 就是你比你的主歌的音要高 那就很激動了 來 佩潔很會唱的首 別讓昨天在你上空 狂妄的傻眼 你會發現那些最激動的時候 那個點都是最高的 就是他們是最高 他們是主角 也不要給人家搶著他們 然後那個風頭就這樣 對 你可以聽到的節奏 就是 就是一個 一句 然後再唱我 就是 就是聽了 人家就記住了這樣 我說錯嗎 佩潔老師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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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佩潔多多一次 沒有沒有沒有 她是 因為非常 在資深在學音樂的一個女生 然後是說大家有很多很多的疑問在音樂上面呢 我們可以找一個時間 或者我們下一堂課 我們現在可能還有找一些時間 可能我們來請鄰居來講 對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